犀牛在大草原上奔馳 各樣珍奇猛獸是非洲獨有的一道風景 但本該備受呵護的他們 卻因為這個原因面臨大屠殺 原來非洲南部正面臨數十年來 最嚴重的乾旱 奈米比亞共和國上個月就耗盡 百分之八十四的儲備糧食 代表未來幾個月 有約一半人口將面臨飢餓 對此政府宣布緊急狀態 目前想到的辦法就是鋪殺七百二十三隻野生動物 餵給飢餓民眾 預計被鋪殺的動物有八十三頭大象 一百頭藍色腳馬和三百頭斑馬等等 專家聽聞消息都大為心痛 但也無力力挽狂瀾 目前專業獵人和政府簽約的公司 已經獵殺了一百五十七隻動物 收穫了超過五萬六千八百公斤的肉 獵殺本就在環境自已奔馳的珍貴動物 是必要之惡還是過度侵蝕生命 隨著肝罕問題持續成為永恆的難題 下期新聞有號賃播到 8-9-22